一中全会第五次大会由中央委员田敬秋担任主席 会中说正通过了中央常务委员会提出的 本党对现阶段革命形势的提示案 今天下午将讨论本党对现阶段政治革新 政治建设的提示案 楚松秋 林玉玺 谢兰芝品人 今天上午在会中曾经热烈地发展了意见 在最近这段革命形势的提示案中指出 虽然在三中全会以后国际估计浪潮继续升高 但是全党同事和全国同胞都能坚信总裁装进一条的事实 无忧无忌 欲错欲勇 事实证明我们不屈不挠的精神经得起任何的考验 提示案中对当时形势特别做了重点提示 其中包括对当前几个重大问题的态度 维持社服的毛费阵群 任心国际形势演变的基本机枪 以绝对的进出与决心 向反共复国的大道前进等 四中全会下午两点半中举行了第六次大会 首先由林景生担任主席 会中讨论修正通过了对现阶段政治核心 政治建设的提示案子 重点包括一般政治 国防经事 经济财政 教育文化 社会福利 外交朝务等 提案中确认 只要全党同志 环节在总裁的领导下 移动意义和力量 遵循革新建设的提示 勇往直前 努力以赴 必能突破难关 开放中心复活的兴局 完成党的历史任务 休息十分钟以后 接着继续举行第六次大会 由李志明担任主席 会中一次热烈鼓掌通过了四中全会 对行政院奖院长的行政工作报告协议文 同时 决于协调五院同政同事 要求全党党员结合全民力量 从精神上 观念上 行动上 予以全力支持 只能继日成功 会中还通过了谢东明等 提出为加强反共复活号召 并坐于海内外革命青年 请必急筹备国立中山大学 部校案等六项提案 交由下届中堂会研究办理 大会最后再通过慰问大陆同胞 大陆疾后工作统治 海外僑胞 以及国心将士等的见闻以后结束 五点钟取经了闭幕典礼 接受了这项四天 好 好